杜月笙晚年落魄时 让儿女打开保险柜 拿出所有欠条 放在火盆上当众烧光 在这些欠条里 最小的金额是5000美金 最大的数额是500根金条 很多人不解 这些巨额欠条 可以让自己的儿女衣食无庸 甚至富甲一方 但杜月笙深知一旦自己死了 儿女们若去要债 这些欠款的人不仅不会卖账 甚至还会引来杀身之祸 但若他烧了欠条 这些人就欠了他的情 若后人有事 讲义气的朋友们 自然会鼎力相助 不至于被刁难 不把事情做绝 看似给别人行方便 其实也是给自己绝后患 还有一则小故事 有一座古叉香火旺盛 也常常被贼人惦记香火钱 但住持并不去捉贼 而是每天夜里把后门虚掩着 便与贼人逃走 久而久之 古叉的其他人有意见 抱怨住持太纵容贼人了 住持说做人别做绝了 要给人留后路 做贼的人也是遇到了难处 才出此下策 住持的话传到了贼人耳朵里 感到非常羞愧 之后再也没有贼人来古叉偷盗 过一阵贼人又以另外的形式 把偷盗的钱如数归还 其实我们在度别人时 也在度自己 我们在给别人后路时 也在给自己留退路